在美国很多企业都用合伙经营的模式来拓展业务 不过在实际操作上 很容易就遇上了产品侵权等等的问题 这时到底该怎么办 独自热门节目讲量话 这个礼拜继续请到 美国专利律师王松峰来详细解说 明白美国市场商业竞争激烈 尤其是原本强强联手的关系 怕是遇上自家产品被恶意侵权 因此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特别说明 除此之外面对合作厂商 直接在网上卖产品 且售价更便宜的情况 受害的合伙人该如何维权 资深律师王松峰也有深入说明 这些的话都是要看有没有合约 只要有合约的话一定是很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可以走合约 是可以说限定他只在哪里卖 不能上网络卖 对 不能上网络卖 这些都可以限定在合约的 但是没有合约的话 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你要证明说 他有做这个在商业上面不道德的话 这个门槛是有蛮高的这样子 而在来去玩单元本周特别请到 松立佳琪总裁Jenny介绍新加坡世界美食峰会豪华七日游 他们每年都很期待这一个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展现它的才艺 因为就在这时候才能让大家去品尝 之后呢 这个高峰会呢 我们去的17号是它的开幕典礼而已 观众想准时收看蒋亮话 欢迎本周六晚间8点锁定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还可收看超市34.5频道 丰富美国生活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才能报道